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位于休斯顿Katy区一个很好的学区的一套二手房 这套房子为什么介绍呢 就是因为这套房子非常的漂亮 它有一个占地一万五千多尺的大院子 还有它有泳池 它还有小的观赏亭 它的院子弄得非常好看 像一个植物园一样特别的美 而且呢这个房子的本身面积就很大 有四千多尺四个卧室三个半洗手间 然后这个房子几乎在我心目中是没有缺点的 因为它后院没有邻居 是一块绿地就绿树的那种地 为什么我要强调没有邻居 是因为对于很多的购房人来说 包括对于很多的老美来讲的话 后院没有邻居就意味着隐私性非常的好 那您在这party啊 您小孩子在这玩啊什么都不用担心打扰到邻居 也不会有邻居看到你 所以后院没有邻居的房子会卖得非常的快 再加上这个房子真的装修的 嗯太精致了 而且这个房子房龄比较新 它是2011年的房子 我大概的给大家先看一下 它那些精致的地方 院子我们待会细细的看 因为院子真的是很美很美的 您看它的这套房子的灯 我后面啊 后面的这个灯 这个灯都是它后来换的 都是它淘的那种工艺品的灯 然后包括它用的这些所有的厨房的柜子 全都是这种石木的柜子 我每次都会讲究一下石木柜子和厨房的升级 是因为厨房是一个非常能体现 这整体房子档次的一个部位 就像平常您看的客厅 有好多的高调厅 这个就很正常 但是如果您看到 某一个房子的厨房很漂亮 那或者是木地板 或者是其他的装饰很漂亮 就证明这个房子档次一定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书 它的那个主卧 主卧一直就是 一楼都是这种石木地板的一个设计 然后主卧后面是一个很糊形的大飘窗 我觉得这个房子唯一有一点不好看的 就是这个房子大飘窗的上面 这个看黑黑的这个竹仙竹子的这种 这种摆个窗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看 但是这个很好换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 把它拿起来换掉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这个房子都没毛病 然后您看它的这个 到了它的洗手间 它的洗手间有一个供女主人用的化妆台 并且洗手间上面的灯也全都换掉了 所以它整个房子细致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抓紧时间 下我微信后 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因为这个房子估计会很快卖掉 哇 这个房子估计会卖得比较快 因为院子真的是太美了 我们待会着重看一下院子 先看房子吧 一进门 我现在一点灯都没打开 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其实里面比较亮 因为我拍视频都没有打光 所以感觉上会暗一点 你看那边发白光 就证明那边很亮 这边呢就是它的书房 所有的家具都是房东的 所以您可以照着家具买 但是房东不会留下 也很难卖给房 第二个这个房东 但是像这种 你看它很精致的这些灯 还有它旁边配的 非常漂亮的 这蝴蝶蓝色的这种 刹帘都会给您留下 它这个橱柜是镶嵌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都是会留下的 然后右手边就是一个 很好看 很大气的一个主餐厅 还是这样的 主餐厅的灯这些都会留下 这种要拆螺丝才能搬走的都会留下 但是它的家具是不会留下的 那我们现在就往里走了 这房东特别精致 你看细节上的处理 这个墙的颜色不太一样 这样就感觉整个的感觉非常好 到了这个大的高挑厅 你看三面大窗户 我从 这一面拍过来 这就是一个大的客厅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早餐厅 早餐厅的旁边就是厨房 这个厨房很大 全石墨出棍 全石墨出棍 好我们再往这边看 这个门呢打开就是车库 哦 洗衣房 洗衣房 再往外面走才是车库 这是洗衣房 这还不是车库说错 这边就是这个非常大的客厅 整体的感觉 之前会有很多人留言给我 问我 你拍的房子会不会有假房源 这个我想珍重的说一下 我所有的房子都是真房源 我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多别墅的假房源呢 因为在美国所有的这种别墅的 我们的这些销售都是真实的 这个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这跟国内的这种市场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客厅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到了主卧 主卧的这个弧形的飘穿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它上面的这个竹子的这种 白窗不太好看 可是这个都是很小的细节 你买下来之后换一个白窗就可以了 这个房子所有的门都是这种高门 这种高门是一种升级 这种高门是两米多的高门 所以感觉整个房子都很大气 这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由女主人的化妆台 再往里走呢 就是这个储藏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带着窗户的马桶间 他的衣帽间也带窗户 这样做设计比较好 从这边走 男士衣帽间 男士衣帽间就不带窗户了 分离了男女衣帽间 好 我们现在就去他漂亮的院子看一下 我迫不及待的去院子了 我们先去院子再去二楼 因为他的院子实在是太美了 在美国卖房子 如果你的院子非常漂亮的话 绝对是非常非常好卖的 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 院子 哇 哇 好美啊 我女儿都一直在挖挖 这个好不好 这个房子 这个家是不是比我们家好 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家呀 哇哦 你看他 我也想有这样的家呀 嗯 是吧 看这边有个小花坛 然后小花坛的旁边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种拍丢 好美哦 好美哦 可以在这喝茶 聊天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室外厨房 哇 看他院子很大 因为他占地很大 一万五千多尺的占地 然后他的后院是没有邻居的 是一大片绿地和树木 隔壁有狗狗 这边是绿地和树木 隔壁有个狗狗 看他的大院子 好舒服啊 这种大院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做了一个凉亭 看这个凉亭 这个凉亭还是有纱窗的 哇哦 好美哦 这个凉亭 好美 是不是 哇哦 你看这个凉亭 它是做了纱窗的 这是纱窗 所以就不会有各种蚊虫啊什么的 而且在这儿盛个凉很舒服 现在我在这儿就是小风吹着 哇好舒服啊 好不好 好好这里好不好 这房子真漂亮是不是 那是别人家的狗狗 走出去 哇 进去 好美的房子哦 看它的泳池 这个泳池很大 这应该是35,000盎司的泳池 看它的泳池的水面就很宽嘛 然后一般泳池的水深差不多是五废 像我是1米68的身高差不多就是5.5废左右 好啦这就是这个美丽的院子啦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吧 哦这个美丽的院子还有一点小小的细节 就是你看它所有的这些草花花草草都是做了的 都是做出这种花艺的 这是为了很多心思 所以如果你买下来这个房子的话 这些花花草草 你就不用再做任何的花艺了 就直接就是找这种园丁过来给你修理就好了 差不多园丁的价格就是按面计算 7000尺的房子 修理的话是三十几块钱 那这个房子是15000尺 可能就会贵一些 估计是六十至八十之间 要一个月的话两次这样 好了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这是什么好好 这是谁放的 你小心啊 它二楼的这个地都是这个木地板的 然后上来之后才是地毯 上二楼之后呢 我们先往右手边走 看右手边它是有两个卧室的 我们先去这个卧室吧 这个房子一共是四个卧室 你看它的卧室都面积很大 真精致啊这个主人 我现在是一点灯都没有开 而且我现在是下午 那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是一个我们建了很多很多的设计 再往这边走另外一个洗手台 然后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卧室了 主人真的是很用心的这种人 那你看在这个卧室当中就可以看到外面 楼下的这个院子的状况 漂亮的院子 好美 好啦 我们再到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是一个game room 就是玩耍的地方 然后它还加了这样一个柜子 可以写点东西什么的 game room旁边呢就是一个放映厅 这个放映厅是开了窗户的 所以其实您坐卧室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放映厅这儿这个 放映厅这儿有个吧台 可是这个吧台是可以拆走的 所以应该不会给留下 好我们去另外一面看 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一个带洗手间的卧室 这是一个完整的洗手间 旁边有一个带洗手间的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很漂亮 因为这个卧室跟一楼一样 也是一个这样的圆的飘窗 并且从飘装上可以直接看到漂亮的院子 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很爽 哇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了 详细的信息我会写在下面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在我微信或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如果你已经关注我很久 您可能会发现这种好的房子 真的不一定常有 所以碰上一个就要把握住机会哦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